新制度的話呢其實像我們剛剛在這邊 我可能可以像下面這樣 您可以看到相信大家那個都用過 ECL對不對 ECL有沒有這個 下面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工作表 對不對 工作表 所以新制度因為有時候怎麼樣 其實叫我高雄 好 雖然他沒有現在自己那個指張多大 可是有些時候你可能有很多東西想要講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像下面這個樣子 我可以用很多 因為可能也許我想到好多好多主題 你可以一個一個當作是一個檔案 可是這樣是分散在很多地方 對不對 所以就相對來說比較不管 你看如果把它們湊在一起 這樣我就一個檔案就解決了 好 一個檔案就解決了 所以比較方便 這是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也可以像這樣去做 所以有些時候我都會想比較多 比如說我可能一個研究 也許我會多想一些東西 比方萬一 但是我萬一還不過 我就回去以前 我講過的 我再去找題材 好 再來想 因為其實有些什麼 只有雲狀星球 也會有產生不同的思考方法 對不對 好 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您在編結過程 新制度編結過程 有沒有可能來來回一直就來 一定的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不是搞黃得多 但是在思考的時候一定 啊 先試看看這條 搞不好可以 那你可能會這樣做 萬一這個不行 你可能會想其他的 所以它還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叫做歷史的紀錄 它會來保留下來 您看齁 我們來看這邊 好 您看一下在這裡 我把右手邊打開齁 這裡有一個歷史紀錄 歷史的編修紀錄 好 編修紀錄 所以 您看 呃 這個是在 最早去年十月份就已經敲定 沒有啦 因為這個 有另外的那個齁 我把它拿過來的 所以從這邊一直走 一直走到 走一整年有沒有 2012走到2013啊 好 想很久 萬一 有時候你不小心 就把它關掉了 請問怎麼辦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編修文件的時候 可能你有會有這個情形啊 明明手叫他不要按 按那個關閉 你就不小心 我趕要按關閉 這樣就救不回來 或者說歷史怎麼樣 已經存檔了 結果 剛剛才發現改錯了 檔案就關掉 是不是就救不回來 那麼在這邊 就沒有這個困擾 有時候我發現 欸 九月四號這個版本 可能才是對的 你可以先把它打開 在這邊點兩下 它就會打開 先打開給你看一下 欸 你以前的版本 是長這樣子 你可以去看看說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 好 那 從這邊其實也可以點過來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有一個地方在改變的 就是在右上角這裡 因為我又想到其他的東西 有發現了嗎 有沒有 在這邊 所以萬一你要這個版本 你可以告訴他 我就是要這個版本 那就可以把它 就是保留下來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齁 也可以隨時回到 就是以前的那個 檔案的紀錄裡面 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是我們一般來講 新制圖帳主要的 那以後呢 各位老師如果您開始用的時候呢 就可以從我們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 開個新的 你在開新的時候呢 然後呢 這裡 除了完全空白以外 如果您剛開始 想要比較依賴他 給你那些版本 就好像用簡報要會有版本 對不對 所以呢 您也可以從這裡 建立一個全新的 圖面 還有一個新檔 它會有一個 一些版本給您看 要放它過來一點 好 您可以看到 除了像這種的 專案計畫的 或者是 你要比較屬於 就是類似像 例如叫做 專案掌控的 對 有那個進度的 然後 像組織圖式的 組織圖的 或者上面還有什麼 魚骨圖式的 像這樣的策略方案都有 您都可以選擇 好 都可以選擇 當然 這個是要辦本 其實我反正到後來 我就是 有自己的 等於說有自己的思考習慣了 其實有沒有用這個 實際上就沒有差了 因為重點在說 您要的是什麼而已 對不對 那這個只是 提供你剛入門的時候 有時候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時候 您可以這樣去用 好 那 所以我就先把 新制度的部分 像這樣子 如果您打開 通常都是這樣一個空白的 直接來做 直接來做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預設的話 在這裡 您可以看到 預設它的使用方式是這個 就是所謂的 順時鐘的 新制度這樣 順時鐘的 所以當您有一個想法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這個線上去備 對 那線上去備 本老師就講到 比如說剛剛想到的猴子 好 那你又想到的背景 對不對 你就會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樣再來 它你只要看這個 它就會增加 那麼我要增加 是屬於後面的主題的時候怎麼辦 你可以按table 也可以直接從上面這裡 上面這裡都有 好 上面這裡都有 你可以直接從上面這邊 直接做 那你比如說 我剛剛有找到猴子 我有那個圖片 對不對 你也可以這樣子 就直接把那張圖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好 我先複製數好 來直接複製 按右鍵直接複製 我就把它貼到我的新製圖裡面 CAMSROW加V 就貼上來了 這樣裡面比較簡單 對不對 你有的想法 你就可以像這樣 直接去做 這裡我就可以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那適當的大小 這樣 好 那如果 我已經具備完了 比如說我這邊 我已經具備好的圖 我想要把它留在這裡 這樣好 好 你也可以用附件的 上面這裡有附件 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你的附件在哪 好 附件在哪邊 那它就會幫你把附件 直接插入進來 下次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 好 OK 那另外如果這兩個 你可能這兩個是有相關的 你可以在上面這裡 選好之後 加上摘壓 就跑出這個摘壓的圖 跑出摘壓的圖 好 那這樣就比較靈活一點 好 比較靈活一點 這個 我想有興趣的話 老師能幫我 您利用時間 我們再到電腦 再次讓各位實作看看